1. 耶和华对摩西说 2. 理晓鱼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 每自派一根 从他们所有的首领 按着自派 共取十二根 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帐上 3.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帐上 因为各组长必有一根帐 4. 你要把这些帐存在会幕内罚跪前 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 5. 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 他的帐必发芽 这样 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运言止息 不再达到我耳中 6. 于是摩西小于以色列人 他们的首领就把帐交给他 按住自派 每首领一根 共有十二根 亚伦的帐也在其中 7. 摩西就把帐存在法贵的帐幕内 在耶和华面前 8. 第二天 摩西进法贵的帐幕去 随之立位主要人的帐已经发了牙 生了花苞 开了花 结了俗信 9. 摩西就把所有的帐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 给以色列众人看 他们看见了 各首领就把自己的帐拿去 10.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把要人的帐环放在法贵前 给这些背叛资子留作记号 这样 也就是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 免得他们死亡 11. 摩西就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 他就怎样行了 12.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 我们死啦 我们灭亡啦 都灭亡啦 13. 把爱进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 我们都要死亡吗 我们下期再见